- 热心的演示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nk 大家可以叫我Uncle Hank 今天主要是來回應一支影片 最近很多粉絲跟我說 網路上有一支評論你們香工月菜餐廳的影片 請我們一定要這邊來看一看 也有很多人說一定要找法務跟律師來喬一喬 哎呀 公司法務已經很忙了寧 所以還是由我這邊先來幫大家看一看吧 我们今天决定随便翻出一页 我们就马上吃那间餐厅 原来是随机的 我老板叫我来拍这支影片的时候 也是说随机翻员工名册点到我的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听说这边的招牌是烤鸭 但是我们订不到烤鸭 稍等一下 到湘工没有点烤鸭 哎呀我们的果木跨炉烤鸭 可说是台北最受欢迎的烤鸭之一 内行人定位一定要预定烤鸭的 但是最慢需要一天前预定 哎呀可惜了 可惜了 我看它的价格应该已经比移工还要贵 随便移到小菜没有800是结不了账的 小菜要800 慢慢的 前菜类其实每到大约都是在 280到400多元之间啊 煮猪脚有528啦 800以上其实已经是烧腊或者是大菜类了 香港人说的小菜有可能是指家常菜啦 跟我们台湾这边可能定有点不同 就需要大家不要误会 烤鸭的部分是2200块的样子 然后一鸭两吃 对差不多 湘工烤鸭大概是2180元一鸭二吃 除了片皮鸭搭我们的卷饼 还可以选择鸭粥或者是鸭汤 那如果要再加第三吃 那每道菜就是要488元 根据市场调查 其实我们湘工烤鸭是所有 五星级国际观光饭店里面有贩售烤鸭餐厅中 价格是最亲民的了 大家要吃的很丰盛 然后食材要高级的话 我菜人均可能要五六千差不多 喂喂喂喂喂喂 一个人五六千 的确有可能啦 假如说你从头到尾都是点海鲜类的大菜 再开瓶好久左餐 那一个人的消费才有可能到1000多块 多数人到相公用餐 从前菜主菜到烤鸭汤品 甜点都有 一样都是满满好量 其实人均消费大概是2000块左右 椒盐菠菜豆腐淡而无味 好啦 相信大家都认同 其实口味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对或是不对啦 当然我们是给予尊重 可是也有很多客人反映这道菜 其实是很细致很美味的 真的我吃过最难吃的烧辣 餐点的口味真的是因人而异 主厨听了也是会很难过的好吗 稍后有非常厉害的美食家 会来帮我们做平反 这皮来说做的还不错 它的皮蒜是非常脆的 这道也是 我最相当的避免美食 就算它吃起来还不错 我也不会给你及格的分数 因为太贵了 可是这边真的是要让我murmur一下 有些人真的很爱用CP值来定义一家餐厅 我们餐厅从主厨到服务团队 其实每个人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 为了提供所有的宾客 有一个最优质的美食 还有就是最棒的服务品质给大家 料理和用餐体验 如果被CP值给框架出 真的是非常可惜 哇 这个餐点真的很好吃 我都有感觉了 好饿好饿 给个6分好了 因为价钱实在太贵了 生炒股非常考验厨师的功力 这道非常好吃 哎呀 好吃好吃 这道看了我也想吃 终于说出真心话了 只有单一的咸鱼味 没有其他味道 这道菜 Uncle Hank真的是没有吃过 晚点我每天请美食家来吃看看好了 你比移工还要贵 但是你比移工难吃100倍 价位其实前面讲过了 这我就不多说 我先克制我们也没有在这边要跟其他餐厅一针高下 只要是认真料理的人 我们都非常respect 这里真的不是人可以来的 嗯 好啦 大致上就看到这 其实后面又是比较个人的主观感受 总而言之呢看完这支影片 我们是非常虚心受教的 很感谢这位YT给我们的一些批评 还有就是执教跟回馈 其实我们很感谢大家用不同的方式 提供这样宝贵的建议 这些都是让餐厅 我们这边有一个更好成长跟进步的机会 口味这种东西很主观 相信我们菜单这么厚一本 这么多的精选佳肴 一定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最喜欢的餐点 好 所以接着就不多说 关于上述菜色 我们接下来就由我们知名的美食家还有主持人 来帮我们做品尝 来上菜喽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是大牌 等于是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了陶礼君跟米儿呢 一起来品尝一下美味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 香功 耶 这个香功赫赫有名哦 而且它的招牌菜其实是越式料理 你们先说一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 我先开吃 好 你 你先 其实这道菜 在家里做 我自己做过一次 它所谓的梅香味就是它的内脏没有清除 就去做咸鱼了 所以它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它在通调的过程中咸鱼要先炒过 那炒香 所以它就会把那个 你刚刚觉得臭臭的味道这样 你只要吃然后或者配饭 就觉得它才太下饭了 对 女儿想要特别讲一下它的最爱叉烧 其实在外面吃烧辣店很多叉烧 然后大家都觉得烧辣 160块的点 对 但是其实到饭店吃为什么它价格这么高 因为它食材比较好 你看这边的那个叉烧 你看 然后一定跟台湾租的价钱差的差别 像这个师傅就说这个是半肥瘦 其实半肥瘦做出来最好吃 而且它也飘味不味 对 它完全不柴啊 它吃起来就是跟外面就是不一样 谁在减肥啊 少吃点啊 师傅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菜色 你的菜色 最推荐的是哪个 大吉尖 这个我也觉得 这个是我点的 我觉得最厉害 我觉得它的那个皮弄得好酥脆哦 而且它的做法其实是就是 因为那个热油一直往上浇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那个皮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都已经摆了大概五六分钟了 还是脆的啊 那一次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有一个淡淡的麦芽糖香 这是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地方 它丰盛是我的口袋 你应该是一样 大部分就是请的朋友或客人 其实都还蛮喜欢吃炸子鸡的 那我觉得这里炸子鸡的水准就是很 很很维持一定的水准 其实我们不是经常在节目上谈什么米其林啊 然后有推荐啊什么的 为什么人家其实会推荐 它除了就是菜色好之外 它的服务啊 它的一条笼 然后它的装潢 然后它的人事 全部都放在里面 是真的都考量在里面 大家开心 就是联益 联益 哈哈哈哈